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对于这个山上活动是比较不适合的 那另外玛利亚台风呢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持续的增强 在今天下午两点已经成为了强烈台风 预期在下周二下周三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时间点 所以提醒您下礼拜如果有些户外活动的安排的话 要多留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卫星云图的部分 目前在台湾的东南侧这个台风啊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 它的这个台风眼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到的 所以呢其实这个台风已经来到强烈台风等级 预期接下来会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 从这个预测路径就可以看到 它持续朝向西北方移动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是从海面上掠过 不过呢其实它距离我们大约还有这个2000公里左右 还是有一些这个些微的变动空间 所以提醒您在下周二下周三呢 这两个天啊 这个台风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它都还是有一些变动空间的 至于在这个未来几天的风向上面呢 在周末的时候属于偏微弱的偏南风哦 那偏南风吹上来 而且是比较微弱之下 就有利于这个午后雷雨的发展 可以看到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这两天 午后雷雨发展的是相当的旺盛 中午之后呢 在星期六像是在宜兰的这个南侧 到这个新北到新竹以及桃源的山区呢 可能都是这个降雨比较剧烈的地方 提醒您在这些地方活动要多留意 另外在星期日的时候 也是一样哦 在这个中央山脉的周边 都是有这个午后雷雨的发展 提醒您在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 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那至于来到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呢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午后雷雨的情况就慢慢缓和了 不过就要看这个台风移动的方向 会不会再靠近我们一点 如果在星期一以及星期二的时候 稍微又接近一些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间歇性的雨势了 至于在这个温度上面 今天来到的这个最高温是38.5度 在台北出现 非常的炎热 那到了晚上呢 还是一样哦 都是有30度以上的高温 在中部以北出现 中部以南 晚上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左右 在台湾的东半部 在这个晚上的高温也是有30度以上 所以其实今天的日夜温差 并不算是很大哦 在白天晚上都是比较闷热的状况 那至于来到了星期六的白天 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度以上哦 所以呢 这个温度还是比较炎热一些 如果中午之后 有些午后雷雨的状况的话 这个温度会比较凉爽一点 至于在中南部 在高温的部分 来到31到32度左右 好 以上一件天气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